你現在收聽的是古泰義戰第140集 好那今天呢古泰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於這個盤勢的看法 那今天呢古泰一樣會長話短說 然後最近真的尤其昨天啊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昨天全台升三級嘛 那基本上升完三級呢 基本上就很多人都要遠距上班 那昨天古泰真的忙翻了 那目前也剛告一段落啦 那等一下還要繼續忙 所以今天我們影片呢會長話短說 好那接下來呢到底要怎麼看 我們在講之前呢 一樣我們請新朋友呢 你如果是第一次來古泰義戰的朋友 記得在youtube幫我們登錄之後呢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訂閱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那這邊呢 只要古泰有上片 youtube就會第一時間免費的通知你 那我們每一部影片的下方啊都有 古泰義戰的連結社群 大家記得加進來 那我們現在的社群啊 裡面都蠻多高手的 那基本上歡迎大家進來討論啊 OK 那我們進來的時候會有通關密語 要留言你在哪裡看到古泰義戰的 那基本上古泰就會幫你審核 那之前有留言的那個沒有被審核的我已經都加進去了 那如果你是屬於之前有申請 然後古泰一直沒有核准的 那你也忘記留言了記得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古泰都看得到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古泰沒有錄影吧對不對 可是呢其實古泰行情都講完了 這一個 EP139集 又是一筆完美交易補空反手作多 重點在後面 人工盤後面都多長的 留意追高風險 其實如果大家看古泰義戰 麻煩大家 你如果假設啦 因為古泰的思維邏輯 他都是一個連貫性連續性的 你不要說喔 古泰昨天沒有錄影你就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我們都已經講在前面了 你要每天大概從一 比如說好這個禮拜好了 這個禮拜呢可能就延續一點點上禮拜的看法 你要整個連起來去看 你自然就知道那個行情的脈絡要怎麼走 EP139雖然古泰昨天沒有錄影 可是我已經把這禮拜行情要講的都講完了 我為什麼說人工盤後面都多長的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一下 仔細去看一下 看一下這部影片 我後面有講喔 我說後面大概200點都是多長的 將來一定會吐回去 今天有沒有吐回去給你看 今天有沒有吐回去 那很多股票喔 你看喔這一天這一根長紅棒 很多人是不是很哀怨說 靠我都沒買到對不對 那一天嘎了快1000點 我都沒買到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後面都多長的 有些股票反而破這一天 長紅K棒快1000點的低點 你知道台股發生什麼事嗎 對不對 所以 古泰的話要聽好不好 那這兩天都雙八盤 今天早上 我們先不要講今天早上好了 先不要講今天早上 昨天古泰不錄影嘛 可是古泰有幹嘛 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天還是什麼盤 正當盤 而且我古泰有沒有 講得非常精準 古泰有說 以這一天5月18號的收盤價 就要做16145 我說200點都多長的 大家去看一下 來來來來我怕大家算數不好 我怕大家算數不好 收盤價叫什麼 16145 16145 然後勒 扣掉200點多少 來來來見證奇蹟的時刻 15945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今天最低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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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3 15943 15943 啊這裡多少 15945 準不準 屌不屌 利不厲害 就這樣有什麼好講 而且我有講 今天就是雙八震盪盤 八八盤 你不要去亂當充 你今天充賠錢 怪我囉 是我 叫你去充的嗎 是我叫你去買的嗎 是我叫你去空的嗎 啊 對不對 啊你有賺錢就恭喜啊 今天還是有人賺到錢啊 可是 當充盤 欸盤整盤啊 雙八盤其實就比較不好做 啊不好做就不要做 好不好 OK 那個大家記得 股票市場天天開啊 挑好的吃啊 挑軟的吃啊 你不要 我有跟大家講 我們來市場都幹嘛 賺錢啊 我不是要來市場征服的 對不對 你要征服 你去征服看 看你要征服你男朋友女朋友嘛 對不對 基本上 我麻煩大家 記得一件事情 來市場 是要幹嘛 是要幹嘛 是要賺錢 既然這一隻難搞 不好做這個盤不好做 啊你就不要做 反正天天開嘛 趨勢盤 你再做就好了 這樣懂於是嗎 好啊 先來講一下明天喔 我長話短說啦 家全明天要守哪裡 明天 家全 守這邊 左邊自己看喔 15720 古代已經用程式化幫大家寫完了 明天要守這裡 那今天收盤收16000點 15720還差300多點耶 應該不會來啊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可是呢 我不希望他來啊 我不希望他來 因為他來其實 有些股票確實不能買喔 大家記得喔 那天有人問我那個 這一天 跳空上去嘛 其實坦白講也沒有跳空啦 這一天啊 應該是說台子旗有跳空啦 那天不是有一位 我忘記是誰喔 有問我說會不會來回補這個缺口 好像154X多的樣子 我跟大家講啊 以這種技術線型啊 就算回來154X說 他真的回來喔 是連買都不能買喔 基本上萬事件 所以基本上我不希望他回來啦 那以明天來講啊 沒意外的話 因為他差大概300一點 基本上是一定會守啦 一定會守啊 如果沒守是真的蠻好笑的 那大家去看一下 一樣關鍵關鍵的點位喔 大家要特別記 這個叫做15914 15914 這一根叫做什麼 15927 好 記得 914927 是非常關鍵重要的價位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一根 這個叫做15707 這個叫做多少 15872 15872 所以就極短線啊 我個人覺得啦 比較好一點 強勢整理的話 強勢整理的話 明天一樣 周首要守15720 沒有錯 大家記得 周首要守15720 可是這個太遠了 我們不可能 就再疊300一點嘛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呢 基本上 簡單一點 一樣 914 927 這兩個價位 一定要守 沒有守 表示 整個格局 這幾天 這一段時間 空方格局沒有改變 空方格局沒有改變 所以 麻煩大家特別注意 914 927 一定要守 先注意這個價位 那這個價位如果破了 沒得商量 沒得商量 這個 如果真的破的話 就代表 假日 可能還是 疫情 會有一點點震盪 好嗎 古代講到這 古代講到這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就極短線而言 這邊9開頭 沒有守 大家不好意思喔 基本上就是7開頭 建的 就是7開頭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7開頭 又等於是哪裡 半連線的位置 也就是說 你下一次 見到7開頭的話 就表示半連線要破了 這時候 連買都不行買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聽得懂嗎 簡單來講 這樣 那所以 明天重點還是 914跟927 其他沒什麼好講 你說明天噴出去 噴出去剛剛好 噴出去剛剛好 可是明天 以這個格局而言 我覺得要大噴 這邊是有機會盤的啦 這邊是有機會盤一下 然後可能再上去測 可是上面的壓力其實 坦白講蠻大的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今天美系調整 那個 16家半導體的 標價 其實呢 今天其實 坦白講 大概 就很簡單 就是雙8 就雙8 可是今天收盤呢 他其實是有收上 昨天的低點 所以短線上目前 大概 其實最後一盤拉誰 拉台積電 最後一盤拉台積電 所以短線而言 反正明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這禮拜周竹力 他只想要守720 可是呢 太遠了 基本上是一定會守 所以呢 我們要把 標準拉高一點 也就是你要守多少 914跟927 914跟927 如果有守 這邊才算是一個 比較強勢的整理 可是明天收盤 如果收破914 可是大於720的話 古泰 手中的苦必要會減碼 因為表示不夠強 不夠強 目前台灣的疫情 其實還沒控制 所以古泰也不敢 流太多 不敢流太多 那大家應該都有一個經驗嘛 平日就給你爆個少少的 少少的少少的 假日忽然給你爆發 所以 不知道啦 就是 資金大家要控制好 好不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法人 今天 投信 你看 你看 內支今天在幹嘛 大家應該 這一波疫情啊 對不對 這一波疫情下殺 其實 這裡的投信啊 這裡的投信是 基本上應該是賠錢的 可是他連續這幾天抄底 抄抄抄抄抄 抄到最後今天 欸 為什麼選擇今天出場 有點意思喔 有點意思喔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明天啊 914927沒有手的話 呃 古泰就不會 留太多部位 在手上 好不好 那現在只能短打 目前 大家記得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融資是減的沒有錯 好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大家去看一下 你這邊啊 其實你可以畫一個趨勢線下來 然後你大概是這樣畫 比如說這樣 大概是這邊 大概這邊 所以下一個 假設啦 下一波 目前這邊其實一個震盪格局 你說下一個目標有可能 這裡以盤盤盤盤盤盤盤到這邊 然後可能又會下去了 可能又會下去了 所以目前短線而言啊 他這邊如果以盤代碟 讓半連線撐上來 讓半連線撐上來 然後碰到這個壓力線之後 然後這邊形成一個收斂 形成一個收斂會比較好 反正明天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914跟927要守 沒有守就是看720 沒有守就看720 那看到720 要幹嘛 看到720要幹嘛 看到720我跟大家講 基本上如果真的看到720 那個市場上 這一波買進去的人 又會再倒出來 為什麼要倒 半連線好不容易守了 現在要破 那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短線上 目前啊 假設如果914明天有守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 OK 簡單來講先講到這邊 好不好 然後看一下OTC OTC的部分 然後OTC的部分 這禮拜要守哪裡 左邊自己看 18522 你可以把它看成185 那短線而言 18522大概在這邊 差不多在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貴買超弱 弱到炸掉 為什麼 大家去看一下 你從這個點 花一條趨勢線下來 有沒有 今天剛剛好 剛剛好 打到 打到就收黑 所以短線而言 其實 目前大家手中有股票 你會發覺 有些股票其實 好像 大盤強的時候 他也不怎麼強 還是一樣弱勢 因為他目前剛好壓著打 那短線上 反彈碰壓 很容易的下去 所以明天 特別留意一下 貴買指數 要守18522 要守18522 好不好 OK 那 那 坦白講 他連最基本的 這兩根 好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一根 這一根叫做18729 今天收 沒有收上 好 這一根 大家記得 這兩根下跌 這一根出量 5月12號要守18729 幫大家畫一下好了 好 18729在這邊 好 187 18729 給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辦法畫得很準 你們就自己看就好 好 18729 18729 那 短線而言 你看今天其實沒有收上 沒有收上 那 目前呢 就 貴買而言 OTC 至少明天 應該是說啦 好一點就是 18729 壞一點 就是 18522 大家懂得意思嗎 其實都很接近喔 加權可能 差個300一點 可能還好 比較遠啦 可是 貴買明天要特別熟 不然其實 這邊壓力蠻重的 這邊其實壓力蠻重的 所以短線上 大家手中的股票 要彈上來還是要處理 還是要處理 好不好 然後 你看 頭信今天也在出 好 剛剛價錢講完了 現在講貴買 貴買 一樣 明天第一個要熟的 就是18522 那18522 可能不會來啊 因為 可是 這邊距離其實蠻接近的 明天主力 要熟的就是18522 那 我們 希望 嚴格一點 嚴格一點 最好能夠守18729 如果 沒有守18729 表示 沒有那麼強 啊沒有那麼強 又遇到六日 古泰一樣 手中的部位會減碼 加權我們剛剛講 720嘛 那個是主力要熟的位置 大家記得喔 今天 古泰講的 第一個 叫做主力要熟的位置 主力要熟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都有點遠 有點遠 因為目前台股疫情這樣嘛 所以 基本上 大家可能會緊張 會害怕 所以基本上 我們 會希望 用一 比較嚴格一點的標準 去看這件事情 那 這裡 古泰其實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沒有站上914927 都還不算站穩 那 貴買也是一樣 貴買這一根 下跌K棒 你看喔 你這一波要反彈 要止跌 至少要站穩18729 今天也沒有站穩 所以 明天 如果 都沒有站穩的話 這邊大家 股票要稍微 減碼 好不好 OK 講到這邊 然後看一下台子棋 那台子棋的部分 我直接用夜盤帶大家去看 我直接用夜盤 夜盤 夜盤 目前 算小漲 67點 那最近指數波都很大 大家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小心 那 先講一下 那個 台子棋啊 台子棋明天要守哪裡 最爛 也是一樣 守1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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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覺得15732太遠 沒有錯 他太遠了 那太遠的部分呢 太遠的部分呢 太遠的部分呢 我先講一下啦 這一根 叫做845 這一根叫做834 好 最爛喔 845 834 在這邊 然後845 845 845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家有沒有發覺今天剛剛好打到 今天剛剛好打到 台子棋明天 最爛要守這邊 只要他留守 下禮拜 可能這邊去 可能還有機會做一個強勢整理 可是這邊如果沒有站穩的話 不好意思喔 這邊可能 大家就 要 特別留意 好不好 那今天確實是有守穩的 是有守穩的 所以明天看情況 好不好 OK 那台股我們就先 講到這邊 講到這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美股 特別要講一下美股 美股啊 美股昨天 其實比較 特別的是 他剛剛好有拉上來 他剛剛好有拉上來 不然以美股這種 昨天這個態勢喔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喔 昨天完美大大 其實跑去空是有理由 還有那個 好像是叫做 Ocean16888 Money Money那一個吧 那一個大大 也是一樣 他有去空 我記得好像是 SMP500還是多少 昨天海棋 確實喔 國外盤都很偏空喔 可是他剛好尾盤有拉上來 尾盤有拉上來 就暫時 沒有那麼危險 今天 應該是說啦 今天跟明天 禮拜五的收盤 最好 最好 要把昨天這根高點 站上去 才能化解 不然其實 以道雄來講啊 以道雄來講 這邊其實是初步 算力 還在收斂型態裡面喔 還在收斂型態裡面喔 這邊 國際盤 目前在走收斂 整整理盤 好 國際盤在走收斂整理盤 那等他整理完 看到時候哪一出 他是要往上還是往下 到時候才會出方向 好不好 那昨天 這邊居高思維是OK的 可是 最終收盤 其實每股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好像都打 他都幾乎第四場下半才 才在那邊 表態或幹嘛之類的 所以短線而言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就是 這邊啊 這邊剛好昨天有拉上來 不然其實蠻危險的喔 台股可能今天 不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短線上 看今天晚上 能不能把昨天這根高點收復 收復 短線上 就變成比較不會 那麼空 好不好 OK 然後看一下納斯達克喔 納斯達克也是一樣 納斯達克好一點 昨天啊 昨天這一根高點 現在 現在是9點半嘛 剛開盤 目前其實 已經算站穩了 所以明天科技股可能 有一點表現啦 可能也會有一點表現 那目前一樣 納斯達克也是在壓縮整理盤 大家不要忘記喔 那個線啊 你們自己拿出來畫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你們在看盤啊 然後自己畫線 好不好 這個是已經很 基本基本的功了 古泰之前有分享 也有教過 那 你大家可以去抓一下 抓一下 目前大概是這邊 所以這邊一樣 目前 大家應該都覺得 最近的盤不好做 原因是因為 幹嘛 大盤在走一個收斂型態 那收斂型態呢 收斂型態要怎麼做 就是幹嘛 低賣高賣區間 你不要想 想像成他是 他會 大噴大漲 那樣 你就是低賣高賣 然後來回做加差 為什麼最近當沖這麼盛行 大家也都知道啊 來回做加差 對不對 誰想要留在場內洗碗 大家懂事嗎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先這樣看好不好 那 昨天也是一樣啊 他剛剛好昨天有收腳 而昨天沒收腳 我跟他講 就不只這樣 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就美股而言 國際盤而言 先這樣看好不好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等一下來帶大家看 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好 那這是今天的選股啦 那給大家快速瀏覽過 好不好 第一檔美食 光照 寶城 蓮陽 合碩 智邦 風太 智茂 連結 預期 KY 翔碩 翔碩這邊其實有一點點 嘖 算打底 有一點點算打底 然後大疆 大疆這個底型其實已經出來了 大疆這個底型已經出來了 可是他比較可惜的一點 其實今天這個 出大量是好事喔 大家不要覺得是懷事喔 可是他比較可惜的一點是因為 大疆目前還在下 他剛好在壓在那個線下 大家如果仔細畫一條線 從這樣畫下來 他剛好壓在線下 所以短線上可能 要嘛就直接趕快衝啦 不然其實短線上這邊如果再壓回 還要再盤一陣子 才有機會 比較大的突破 然後大學光 阿 金碩 大同 中華生 連影 靈通 靈陽 荔枝 普瑞 維森 立基 台氣店 中華車 中華店 艾迪生 艾浦 好短線上看 可是最近呢 大家記得 這一波這樣跌下來啊 這一波 最近很多股 你會發覺 這裡清一色買 選出來的股票 其實都有 一個共通點 就是目前都在 下降軌道 反彈是 麻煩大家 是調節喔 是調節喔 因為 你從下軌道 遇到上軌道 上軌道都是壓力嘛 所以麻煩最近大家其實一樣 加插座 這邊 要V上去 我個人覺得有點困難 除非國際股市V上去 不然台股以這種 其實前兩根 其實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前兩根這樣 很多股票幾乎都打破 打壞那個線型了 所以短線上 你就算 要買 你都要有行李準備 要整理很久 要整理很久 好不好 然後在 外資投信投賣的 今天只有選幾檔 普風 系統電跟宣德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百元衝關的 今天就這幾檔 今天就這幾檔 短線上 先張看 好不好 然後再來 給大家看一下 自營筆喔 自營筆 那個 今天自營商買很多的 今天自營商買很多的 樂印 東河鋼鐵 四季鋼 福茂 中信金長龍行 台駿 紅塑 雲牆 台陽 智鈔 經驗 永鋒於 華碩 松翰 潤太拳 精英尚尾頭控 大成鋼 藥華 何碩 尼克森 核心 長 新 印華 台本 迪月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股票期貨的 偏多的 就這幾檔 目前股票期貨偏多的 大家選出來就是這幾檔 OK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要講的 看起來是還好 然後股期的 有股票期貨空單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轟達店在這邊 轟達店 我不會做他啦 就看戲好不好 然後看一下 他計分異常 計分異常的 第一檔台女 然後 合索 大連大 台辦 台灣高鐵 全新 台表科 京居 寶城 中公 智勤 信倉店 連貌 OK 然後 好 有認受權證的 就這幾檔 有認受權證的 然後 有認購的 有認購的 有認購權證的 大家就自己打 OK 好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 大家的問題 我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 今天尾盤 剛好拉了幾塊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尾盤拉了5塊 尾盤拉了5塊 這個 超帥 尾盤拉了5塊 那台積電明天要守哪裡 明天大家應該都看到 他明天要守 守哪裡 他要守558塊 今天收560 呵 大家有沒有發覺 主力 其實 大概都 有猜到 今天不拉 可能明天如果再疊 就不好拉了 所以呢今天尾盤奮力一拉 那短線而言 反正 大家看一下 周守的位置 大概在這邊 好不好 然後2317的鴻海 給大家看一下明天要守哪裡 他明天要守 紅海的話 明天要守 103.5 那今天剛好收106 最低104.5 OK 然後 2303的連電 給大家看一下連電 連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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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比較 他整理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他缺口太多了 缺口太多了 缺口太多了 那缺口太多了 就不容易 所以 呃 有 比較噴的走勢啊 那他明天呢 他明天要守 這邊 46.25 46.25 大家參考 參考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大家的問題 今天這麼多 大家是把昨天沒有問到的一併是不是 第一檔 2357 華碩 華碩成本398 你是今天剛買是不是 呃 華碩啦 因為 剛好那個啊 今天不是有一個說什麼 疫情 疫情 台灣疫情這樣 所以呢 那個筆電啊 那個銷售都特別好 呃 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那個疫情這樣啊 我們 基本上上禮拜才剛宣佈嘛 對不對 啊上禮拜才剛宣佈 有 你覺得這段時間 有多少人會去買筆電啊 呵 你覺得這段時間 有多少人會去買筆電 有多少人會去買東西 我覺得 這個只是為了新聞的一個新聞的炒住啊 所以今天很多 你看喔 包括 很多 呃 筆記型電腦相關概念的 很多都是開高走低啊 所以大家 要特別注意就是 不要在新聞出來的時候去買股票 啊 那短線而言啊 他今天收盤就是守得還不錯啊 明天給你參考一下 395.83 一定要守 一定要守 那 你說明天開高要不要跑 你大家可以抓一個整數加外 400如果站不穩的話 你可以先跑 沒有關係 喔 你可以先跑沒有關係 要買筆電了早就去買了 好不好 早就買完了 喔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 看新聞的時候你要去 特別想一下 那當然 會有多少會有一點受惠 沒有錯啦 可是今天新聞剛公佈 然後大盤 我有跟大家講雙八盤 那你就不要太 操作不要太積極 2303連電成本53 欸53真的 太太太太太遠了啦 53太遠了啦 他這一天跳空 你要馬你就要趕快走了 你你成本53其實有點遠 啊 你說要不要續爆喔 這有點尷尬 因為你這邊你砍也不是 喔 你如果 暫時沒有資金的需求 我是覺得 就 就 就放長線也沒有關係啦 就放長線也沒有關係 那 你如果 真的受不了的話 受不了的話 其實 他明天要守46.25啦 那你就看明 你就看他有沒有守 如果大盤有守 他也有守 那或許你還可以再等等 如果都沒有守的話 或許 減碼 你如果不想全砍 那你就減碼 好不好 你就減碼 而且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的法人 今天的法人也是一樣 外資同度在賣 頭心也在賣喔 頭心今天小賣785張 那 連電也是一樣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其實不用我講了 你們自己畫就好了 大家去看一下 你從這一條這樣畫下來 有沒有 我現在是趨勢線對不對 對啊 你用這邊 這邊 這個高點跟這個高點畫 靠我在畫什麼東西啊 像筆X 就是趨勢線嘛 你大概用這樣畫啊 這個高點跟這個高點去畫 他大概在這邊 那目前反彈到這邊 這邊假設啦 假設明天如果有再跌回來 他就跌回來這個趨勢線 也等於他是被這個趨勢線壓著打 壓著打 就不要太樂觀 好不好 2603長龍 長龍我個人覺得啦 而且他 他今天 彈到這邊 剛好五日線跟十 欸 這邊是什麼線 十日線跟月線 那今天剛好來到這邊 那他上一次跌停價 跌停價在77.5 今天收盤收77 所以短線上來到這邊 還是容易有壓 還是容易有壓 那 他剛好 守在目前這個平台 守在目前這個平台 你說你成本81喔 81 明天看一下還有沒有機會啊 那他明天 周守要守74.1喔 也就是說 周守明天 最好能夠守啦 守74.1最好 如果沒有守的話 我覺得海運 籌碼來到這邊 彈上來 這幾天 快速的拉台 如果再破的話 短線上可能 又會 連換套 又會連換套 所以短線上 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1802台波 1802台波啊 你成本在30.5喔 30.5其實也還好 明天要守28.4 那看一下明天能不能漲啊 28.4如果有守穩的話 是比較OK的 那 其實他五日線 昨天 站穩 今天其實就跳回來了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呃 他這個缺口啊 大家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 基本上今天來的時候 就收回來 未來要重新轉強 這個缺口一定要補上 啊 一定要站回去啊 28.7 那明天剛好是28.4 看他明天能不能站回去啊 站回去 你這邊要V轉都很難啊 我我只能跟大家講 最近不管傳產或者是電子 因為大盤從萬七 跌到現在萬六萬五 其實那個很多線型都破壞了 而且很多人套在裡面 拉上來都一定會有賣壓 所以短線而言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你今天爆股票 你是為了什麼 你到底是做短線還是做長線 你如果是做短線的人 那破線就是走嘛 那你如果做長線的 或許你可以 把停損價會拉大一點 你如果可以忍受的話 2610滑航 2610滑航成分15.1 15.1喔 15.1我覺得還好啊 他明天要守14.92 周首要守這邊 周首要守這邊 OK 那今天收15.1 你應該是收盤買的啦 那以滑航這種格局而言 他目前剛好在前波的平台 整理區 剛好守在這邊 那這邊先看盤好不好 先看盤 以盤 如果能盤在這邊 當然是比較好的 盤完之後 消化完站上季線 又是一波 又是一波 其實好像我有跟大家講 疫情全面解封 其實 也不用太擔心了 好不好 等到疫情全部解封 然後 3037有星星喔 星星的部分呢 欸 星星其實我不建議 嗯 119 我先這樣講 為什麼我說不建議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 星星他本來的線型 就不怎麼好看 那你看喔 他這邊啊 每 他這邊剛好 大家仔細劇畫一條線 他剛好被線壓著打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其實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短線而言 這兩條線啊 壓 被壓著 其實就 不容易上漲 那今天其實 呃 有想要 他今天有來側白 大盤就 落賽 那 短線而言 他這邊呢 大家去看一下他目前的 季線扣底 是扣在這邊 所以接下來快速往下扣 那 這裡 只要 我個人覺得啦 短線上他大概會在這邊盤了啦 他不會大噴啦 啊 你成本來 119是真的有點高啦 119是真的蠻高的 那 大家 以後要特別注意 就是 該處理 要處理好不好 不然其實你這個 一張差 蠻多的 這個 坎在這邊也很奇怪啊 所以短線而言 大家要特別注意 該處理要處理 該處理 你要處理 好不好 8016細創 8016細創 今天跌停喔 成本243 243 停損價位 欸 細創啊 今天算是 今天其實也沒有收跌停啊 今天其實也沒有收跌停啊 今天其實也沒有收跌停 最後一盤是敲開的 對吧 2 234 234.5 對 最後一盤是敲開的 所以短線而言啊 我們看看法人 法人 其實籌碼不怎麼好 不怎麼好 好 那 借均賣這麼多 細創 我覺得 你看喔 這是大虎跑光光啊 短線上面而言 明天再觀察一下好不好 明天 周首要首 238 他如果沒有站回去的話 呃 先這樣講啊 他如果沒有站回去 又 又破 232.5的話 或許我 我覺得短線上可以減碼一下 正常你 正常你要損 要破這邊啊 這邊 波段如果真的 真的要停損的話 是要設這邊啊 可是 他 離你成本太遠了 那看你受不受得了啊 那 目前籌碼不怎麼好看 不怎麼好看 所以短線上 給你參考好不好 要嘛 就是 昨天的低點 破 可以稍微減碼 或者是明天 238塊 你看到沒有手上 也可以做減碼 就這樣 3034連勇西盤 3034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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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今天不是說被挑 挑低平等嗎 我先這樣講 目前 連勇 他算是指標股 算是指標股 他今天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他今天有跳空 他今天用跳空的方式 往下跳 那往下跳呢 就一個電子股 而言 他是指標股 他是指標股 所以短線而言 假設他未來率先 率先跌破5月12號 也就是 大盤大殺 1400點的那一天 他如果率先破的話 對於這個整個大盤 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是不好的 他會 應該是說 他是指標 他是指標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這邊看一下半年線 能不能熟 如果連勇 他破了 短線上大家又 就要特別留意 台股的整個大盤走勢 尤其是電子股 這個要特別留意 特別留意 那他目前剛好來打前破的平台 大概是在這邊的位置 其實 他明天要守491 今天守460 491我覺得是不會來的 就今天以這種跳空格局 而言 短線上 看能不能守穩 前面的低點是443.5 這邊一定要守 這邊如果沒有守的話 就大盤還有電子股而言 可能要稍微留心一下 要稍微留心一下 是不是在洗盤 欸我先這樣講啊 洗不洗盤 我們不知道 古太其實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破了就是要走 之前那個不是有一檔 之前很妖的那一檔 我忘記哪一檔 那個要登啊 要登 那一次我都講過了 我說 我不管主力是真洗盤 還是真吃貨 或者是真出貨 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破了就是走 沒有第二句話 他站回去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了嘛 多給一點點手續費 也沒有差啦 你看一下要登 現在多少錢 要登 要登代碼多少 你看一下 要登多少錢啊 多少錢啊 多少錢你跟我講嘛 我那時候講在哪裡 那時候有 那時候有人成本在200塊嘛 我說你的買點很漂亮嘛 你那時候是不是問我 這邊要不要走 我那時候是不是很斬釘截鐵的跟你講 我不管他是要幹嘛 真洗盤 還是真出貨 你就給我記得一件事情 破了就是跑 沒有第二句話 古太有跟大家講 主力是要不要洗盤 那是主力的事情 只有主力才知道 是不是洗盤 只有主力才知道 是不是假跌破 真吃貨 只有主力知道 只有主力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啊既然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古太有說 主力洗我千百次 我還是會讓他洗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你不要跟他賭 因為你不是主力 我也不是主力 你 你覺得你嫌錢多 你可以拿來給我 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真的嫌錢多 你真的覺得 啊主力就是真洗盤啊 啊下殺沒有關係啊 過一陣子就漲回來了 來啊漲啊漲啊 要燈你看現在有漲回來嗎 腰斬 518腰斬是多少 250嗎 250嗎 250在腰斬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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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不會算了耶 我算不出來了耶 這裡從 518跌到這邊今天150 跌多少錢 要不要走啦 要不要走啦 很多人呢 都覺得股票放著就不會 有事 你可以去讀讀看 未來他會不會下市 然後咧到時候 又有一堆人要組成自救會了 對不對 坦白講欸 會到自救會這個地步 那就表示幹嘛 你本身自己有很大的問題啊 為什麼操盤操到會讓自己去組成自救會 我也真的看不懂耶 對不對 啊就是你不敢認賠嘛 你認賠就沒有自救會這件事情嘛 啊就是有人幹嘛 第一時間不出嘛 第一時間不敢砍嘛 砍不下去嘛 啊砍不下去 你寧願賠個十萬二十萬 還是你寧願要抱不到下市變壁紙啊 自己決定嘛 對不對 人生都是選擇嘛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看你要選擇哪一條路嘛 對不對 天堂有路你不走 你硬要去組成自救會的 然後 232637喔 會養的部分啊 呃 自引還是外資 明天開高爬還是可以續爆 呃 我先這樣講啦 先這樣講 這個缺口要補 那明天呢 明天要守61.3 今天守61.7 很好 那這一天的第一點叫做63.8 63 假設 他明天有守之外 還能夠強勢站穩 回補63.8 那 我覺得 或許 短箱你還不用太擔心 因為 會養這一檔啊 他線型沒有被破壞喔 他其實算是一個合理的多頭回檔 啊 那如果他這邊又重新站回月線 十日線短箱其實也不用看得太壞 那你如果真的很怕的話 破昨天的低點就走 昨天的低點60塊 9904的保存 保存成本34.5 保存我個人覺得啦 他今天確實有補沒有錯 有補沒有錯 可是他短線以上已經連拉了 這邊算6根了 明天我個人覺得 他要守33.69 33.5 我個人覺得收黑的機率蠻大的 那 短線而言啊 這邊的低點啊 這一根的低點是35.85 今天說35.7 你可以大概觀察一下 他明天這邊有沒有守 這邊有沒有守 來到這邊 他一定會震的啦 他一定會震 除非明天跳空開 他如果明天跳空開過 那就恭喜你 好不好 那可是他們明天如果 比如說開個小高 然後這邊可能就會稍微震一下 好不好 台泥喔 台泥 台泥其實長線 我個人覺得沒有問題啦 然後你成本50.9 其實剛剛好在你的成本附近 台泥短線上也是一樣 他目前啊 去看一下他的 他其實也大概在這邊 今天剛好 突破 突破這個下降壓力 可是突破下降壓力呢 台泥它本身是 這股本蠻大的 所以 我覺得 你 這個 它波動性可能沒有辦法像 比如說傳產類股 或電子股那麼飆啦 那 基本上你大概 可以自己抓一個停損價位 如果停損沒有來的話 我覺得長線來講 其實是 不太需要擔心的 不太需要擔心的 那 短線而言 其實 台泥的最大量在這一天 那 這邊有一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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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所以接下來 假設台泥你加50.5 50.5 今天收盤有手上 你大概可以抓一個range 那他目前大概在20日 10日跟5日其實都大概在這邊 短線上這邊如果能夠 盤 漸漸盤 盤出這個壓力 收斂之後 其實短線上 大概我個人覺得 大概就在50上下附近了 這裡應該 大概不至於會大賠 不至於會大賠 大概是這樣好不好 往上的機率是有啦 是有啦 可是 目前最近其實都 台泥其實 他沒亮的時候 就是 不會什麼動 不太會動 本來 股本那麼大的 就大概是這樣 友達 友達成本23.5 23.5 23.5其實還好 那友達明天 明天要守21.83 今天收21.85 明天要守 如果沒有守的話 那個 昨天這一根低一點 昨天這一根他出量的 友達是出量的 21.85 今天剛好收21.85 也就是說 明天如果再跌破 周線收破 友達可能這邊 暫時性還要再盤一陣子 還要再盤一陣子 那 昨天站穩季線 今天又跌破季線 表示這個季線的支撐力道 其實並不怎麼強 那你短線 其實你成本在23點多 其實我覺得 還好啦 那你如果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如果明天 21.83沒有站穩 可以初步做一個減碼 可以初步做一個減碼 他其實也沒有很像樣的一個反彈 這個 這個彈根本 根本沒什麼 那 算是弱勢盤 那盤到這邊呢 彈到這邊呢 短線上 目前大概就會在季線附近上下做震盪 可是呢 他如果灌破前面5月17號的低點就一定要走 因為這邊是連環套格局 短線上要特別留意 金豪科3006 金豪科其實我不建議去撥了 因為重碼太亂了 而且阻力也都跑光了 你看 投信都在到了 然後呢 融資也是一樣 那大戶呢 其實也在跑了 所以短線上 我覺得破百 基本上是 大家去看一下金豪科長多兇啊 他長多兇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我一直看他提醒一件事情 做股票做股票 你不要報上又報下 從這邊上去 現在你知道腰斬嗎 腰斬了 他從高點回落已經腰斬了 已經腰斬了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你都不停利 停損停利 你家不設沒有關係 那是你家的事情 反正錢是你的 對對 那 金豪科 我只能說 那個 你可以去看一下佳麟 佳麟怎麼走 未來金豪科就怎麼走 4976的佳麟 自己看一下 我只能講到這邊 那短線上面 短線上面來講 其實 他 5月17號不能再破 這個再破 我跟人家講 就 差不多 沒救了 成本106 那你應該是今天買的 明天可以大家看一下 明天要守106.5 剛剛好守你的成本區 或許明天大盤開高 或許剛好 maybe可以救得了你了 如果明天有守的話 有守的話 來到106 假設周限他有守的話 那可能還有意思是希望 可是如果沒有守的話 就 我個人是 不會 在這邊去接刀子 揚敏多少安全 2609 揚敏其實 海運 他 你看 我上次有沒有說 這一天 前一天的收盤 74 前一天的收盤 74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他的跌停價多少 66.6 結果隔天 最低66.6 然後66.6 那一天 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他就算打到跌停 前面這類的高點 66.4 缺口 一樣沒有封 他不會封 然後結果隔天 就給我跳上去 隔天就跳上去 那 其實海運 談到這邊 其實已經都 在 十日線跟月線之上 都在十日線跟月線之上 那 短相前面這波 可能還是容易有壓 我還是容易有壓 那你說要不要上車 其實那一天如果大家有跟我一起買的話 大概就在 你大概會買在這邊 大概71.3附近 那 當然 古泰這種 籌碼太亂了 古泰也 只敢短做 只敢短做 那 你短相這邊要接嗎 我這樣看好了 你這邊 如果真的要接的話 你這邊如果真的要接的話 你這邊如果真的要接的話 停損 古泰會守這一根 這一根 因為 為什麼要守這一根 因為這一根他有跳空 他是跳空上去的 那跳空上去了 你未來不能再回來 我跟大家講喔 楊敏會來這個缺口 如果回補的話 古泰會準備進場空他喔 所以短線而言 短線而言 基本上 你如果這邊 如果有想要佈局的話 那停損 大概 如果缺口真的封的話 停損大概就守 73.2 大概就守73.2 OK 短線先這樣看 那 其實楊敏這樣 其實短線上 他其實算蠻強勢的一個反彈 我覺得明天 除非他明天跳空開啦 跳空過啦 阿不然其實 我覺得明天收黑的幾率應該 蠻大的 我覺得明天收黑的幾率應該蠻大的 短線先這樣看好不好 那他明天要守78.25 好明天要守78.25 那今天的法人 法人其實 沒有什麼琢磨 法人其實沒有什麼琢磨 那融資今天也減 短線上面而言 短線上面而言 其實 來到這邊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要佈局的話 停損 古泰有說 大概就在這邊 73.2 那你看能不能接受 看能不能接受 那 如果比較短打的人 76破 破可能就可以準備要跑了 因為76破等於他 接幾乎要回來回補前面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如果只要被回補 基本上就宣告 宣告這一波的反彈結束了 可能會繼續套 所以短線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是不是講得太慢了 1314中石化 1314中石化成本 16.5 16.5 你也是 這個 第一天破線 不管3721你就一定要走了 大家記得 16.5這一天其實不合理 為什麼說不合理 你就算買好了 你就算買這當天好了 你隔天也一定要走 為什麼 這一波拉上來 創高收黑 古泰有說這個叫什麼線 這個叫標標準準的吞噬線 吞噬線又搭配假突破 這個不用講了 這個就是完美的空點 你就算買在當天 你隔天一定要走 就這樣 沒什麼好講 那 接下來怎麼看 接下來 其實 你這邊沒砍 來到這邊 其實我也 我也覺得怪怪的 這裡砍也怪怪的 吼那 他明天要守 12.09 今天剛好守這邊 那看一下明天有沒有守 如果真的沒有守的話 我 我是覺得 以波段來講 你現在砍在這邊 其實都很奇怪 除非 5月17號的低點 如果再破 就一定要走 這沒話講 就一定要走 好不好 給你參考 1809 成本18.5 這個也是一樣 18.5不合理 你買在這邊 基本上 股泰分享的 停損停利的方式 大家回頭去看一下 我之前有分享過的 大家 該認賠就要認賠 好嗎 該認賠就要認賠 那 你說 接下來怎麼看 因為我不知道你買多少 給你看一下 明天要守12.72 今天說13.1 還可以 還可以 那 看有沒有收穩季線 如果能收上季線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波段 其實跟剛剛的線型一樣 5月17號的低點破 股泰就一定會走 2303連電成本48.7 連電48.7 48.7我個人覺得還好啦 48.7還好啦 其實 連電50 以下 其實 長線應該都不太會 賠 應該都不太會賠 你4849 或者是45塊上下附近 我個人覺得 暫時可能就會在這 可是目前國際股市 確實 確實 沒有很穩定 台股的疫情也沒有很穩定 那 你如果是放非常長線的 我是覺得不用太擔心 如果短線交易 你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話 明天先看一下有沒有守 明天 明天周主力要守46.25 看有沒有守 沒有守的話 波段停損 就是守43.05 好不好 3545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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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泰 敦泰 敦泰目前在走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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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上車 今天收盤是169 那 他周限要守164 那什麼時候上車呢 其實 目前 我都不建議去上車啦 他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大概就在這邊 所以今天剛好打到線 除非未來 他這邊盤 大家去看一下 是敦泰現在在幹嘛 敦泰現在在幹嘛 敦泰現在在 敦泰現在在 足一個 足一個底 他在足一個底部 目前他可能會 你如果真的要架差交易 你大家可以抓個 抓個三角形 你就來回架差做 那 他要真的走一波 我個人覺得都 目前都還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 上車點 好不好 我是講到哪裡 1455 吉聖 1455 吉聖 周首 19.65 那 今天漲停啊 沒有什麼話講 今天漲停 那 給你看一下 這個啦 給你看一下這個 TM區 22.31 明天 明天特別留意 先講好 他明天的漲停價 叫做 23.75 明天的 TU區在 22.92 這裡的 TM區在 22.31 好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這一天的高點叫 22.75 好 明天三個重要的數字 第一個叫做 22.75 第二個叫做 22.31 第三個數字叫做 22.92 你如果手上已經有單了 或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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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三個價位 只要沒有站穩 來回做加差 好不好 那已經的漲停價 你可以去看一下 隔日聰多不多 如果多的話 這三個價位 你參考 好不好 有打 講過了 新唐4919 新唐啊 其實 那個 今天很多 都跟著大盤下殺 那短線而言 新唐明天要收62.5 今天收盤收62.9 給你參考好不好 然後新唐 我有跟大家講 你就是看融資 那 短線其實也差不多了啦 那新唐目前也是一樣 那所有電子股啊 目前都 還在收斂狀況 等收斂 好不好 萬海 今天長榮 還沒說這樣 明天是不是可當衝空萬海 早盤100下下殺 百元超出撤溜完了 2615 看明天怎麼開好不好 明天啊 明天他如果開盤 直接過106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如果他明天 你可以看一下大盤 看你要大盤 因為 他今天其實 其實這個量 其實還蠻和許的 而且他是 蠻溫和的攻擊量 明天如果過過106 我是不建議去空了 因為會很多人去追 你可能會被尬 其實明天如果開過106 開盤直接過 開盤直接過 可能就會吸引一波買盤 再衝上去 進去衝 所以 我是不會去空這個股票了 是不會去空它 如果萬海明天開高走低 先這樣講 今天萬海 拉漲停 所以呢 長龍陽明可能會帶動 可是呢 明天萬海如果 比如說開高走低 或許短線上是空個 長龍跟陽明的小小機會 好不好 3481群創 群創 群創明天要守20.8 今天剛好守 明日走勢 明日走勢 反正 周 大家記得收周線最大 明天不管 大盤怎麼樣 主力要怎麼搞 他唯一一個目標就是 要守周線 所以呢 明天 反正大家 特別留意就是 你自己守這個股票 周線有沒有守 有守 你就可以 可以稍微 放心一點 沒有守的話 我自己就會減碼 那 群創 坦白講沒什麼好講 那也一樣 看能不能再回季線 那波段停損點 我就會設這邊了 然後 總專快講了 301是聯養 好 301是聯養 聯養這格局 對 沒有錯 他算是第一根突破 沒有錯 那 他目前月線扣在這邊 所以短線要噴上去 除非 他明天 給力一點 直接佔上120 不然其實目前 可能月線這邊還是容易 前面的套牢壓還是要消化一下 那你說的突破 確實沒有錯 他大概就在這邊 昨天其實已經突破了 那 明天你就稍微留意一下 明天要守104.9 其實已經很遠了 已經很遠了 可是 你說這邊要馬上上去嗎 可是 可能有點壓力 可能有點壓力 好不好 那 TUMD 剛剛講過的TUMD 你們自己看喔 古泰就不特別講了 因為 每一檔都講 有點浪費時間 好不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綜合盤式的部分 那綜合盤式的部分呢 現在夜盤是 小漲的 沒有錯 今天其實回撤是有手的 古泰昨天其實 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如果今天還跑最高 我也沒辦法 可是呢 你今天買在哪裡 15945的 那就是標準型的 你有這個天分 你有這個天分 恭喜你啊 因為 你在古泰驛站 都可以知道 哪邊是低點 哪邊是高點 哪邊是支撐 哪邊是壓力 好不好 OK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自己看好不好 這個 古泰就不明講了 你們就自己看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嗎